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围绕着江泽民去世,他的追悼会,他的功绩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现代放开疫情已经五天了 这五天当中,以广州为例,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也许呢,会没有时间 就是呢,关于加拿大呀,现在在进一步的向中国叫板 今天又发狠话说将会向台海地区派出更多的军舰的这件事情 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第一项内容 就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事先的计划 北京时间12月6日上午10点的时候呢 将会召开江泽民的追悼会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那么还是我们北美时间的12月5日 是多伦多和纽约时间12月5日晚上9点 是我这个地方12月5日晚上8点 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这个视频肯定是已经上线了 所以呢,有些观众朋友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追悼会还没有开始 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当你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追悼会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这个视频呢,会有比较大的篇幅 是关于江泽民去世这件事情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呢 在北京时间12月5日的时候呢 江泽民的遗体 已经送到了八宝山 进行了火化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在当地时间12月5日的时候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西、王岐山等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并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 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胡锦涛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在二十大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是只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 但是他身体的行为能力呢 还没有受什么限制 就是胳膊腿是好的 所以呢 他去参加江泽民的送别仪式呢 他是可以办得到的 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应该不是一直那个迟带的状态 应该他多数的时候呢 都是比较清醒的 但是呢 他糊涂的时候应该是比拜登糊涂的时候 好像要更严重一些 而且呢 时间可能更长一点 好 我们不来讨论胡锦涛的这个事情 我们还来说江泽民 那么十二月三号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就发了一篇长文 这篇长文的题目呢 就是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那么这个全文我看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面呢 他们全文给他播出了 而且呢 这个全文各大的媒体都有转载 那么这个全文呢 就把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呢 进行了一下总结啊 我看了一下呢 我就觉得说 如果不是这篇文章的话呢 我们对江泽民了解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呢 在这里 在这个日子口上 我现在就想把这篇文章啊 一部分给大家来读一下 因为他的前半部分呢 我那天在他去世的那一天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他呢 什么时候出生啊 什么时候上什么学呀 他认了哪一些职务啊 那些我都跟大家呢 介绍过了 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江泽民他历任的那些职务 他都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背景呢 就是江泽民是1966年5月 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当所长 9月的时候呢 任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呢 他受到冲击70年底的时候呢 江泽民调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来工作 71年的时候 他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 76年的时候呢 江泽民率团前往巴基斯坦 考察中国原件工厂建设情况 1978年 江泽民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的秘书长 访问欧洲六国 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 加快产品更新换代 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 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就是他在国外的 以及和国外有联系的这些经历呢 会让他对中国的这个工业方面呢 进行思考 然后1978年12月召开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果断的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有的时候你听这些东西啊 你应该有一些联想 比如说这里面他提到了 就是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么江泽民去世的时候 现在是习近平执政 能够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 出现这样的内容 说明什么呀 说明习近平对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阶段呢 他是认同的 如果你在进一步的延展来想的话 有的人就担心说 哎呀中国会不会重新再搞文化大革命 你从这段文字里面呢 你能够感觉到 应该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 对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做法 有一些觉得是经验 觉得应该搞 觉得赞同的话呢 他在这里面不会赞同这种 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么你知道了这个以后呢 以后再任凭其他的境外的反华势力 或者法轮功之类的 来跟你煽动 来用一些个舆论带风向说 中国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你就会相信他们不会的 好我们接着看 1980年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 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 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 具体贯彻工作 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 你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那会儿的江泽民 他已经参与到了改革开放 这些比较高层次的 这种布局性的 设计性的 引领性的 这些政策制定当中来了 他不是一个突然说 唯以重任 就是因为他听话或者怎么样 突然就唯以重任 他本来他就是一个草包 就给他愣搞到这个位置上 不是的 不是的 你在对比海外的那些法轮功啊 海外民运啊 那些个闹独立的那些啊 那些人和江泽民他们这样的人 是没有办法比的 根本没有办法比的 中国如果落到他们的手里 那就纯粹的有邪才了 好 接着来看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 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 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 1980年 江泽民先后率团到泰国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香港 墨西哥 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 了解出口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 边境经济区的情况 从中研究吸取 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 同年8月 江泽民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5次会议上 做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 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这是1980年 1982年5月 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 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 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 提出电子工业 打基础 上水平 抓质量 求效益 翻三番 超十年的发展方针 这些都是具有领袖的能力的 才能够提出来的这些个战略思想 一般的人是不行的 你现在看到那些法轮功 有的人牛叉叉的 屁都不懂跟那牛叉叉什么呀 跟那瞎逼逼什么呀 好像中国国家领导人个个都不如他 这些都是能人啊 早就表现出来了超凡的能力 然后说呢 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加强集成电路 计算机 通信 以及系统工厂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 使电子工业更好的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1982年9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都不是凭空说 谁让他当中央委员就当上中央委员的 中国共产党他们考察干部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江泽民没有这些个展现出来的能力的话 怎么可能脱颖而出呢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 他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 产业结构合理 科学技术先进 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 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普通 强调要把普通建设成为国际化 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 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 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 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 为了扩大上海对外开放 他提出了上互了解 相互信任 互惠互利 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 在他的倡议下 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 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 改善群众生活 1987年11月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春夏之交五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 他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紧紧的依靠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 有力维护上海的稳定 1989年6月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会上坚定的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届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 没有变 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他说 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 我要十分明确的讲两句话 一是坚定不移 毫不动摇 一句是全面执行 一以贯之 同年的十一月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 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 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对中国军队的改革 也是做出来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1992年10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做题为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介绍步法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提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做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着重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明确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 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些都体现出来江泽民头脑非常的清晰 没有受西方的颜色革命的影响 西方的舆论就在攻击中国 对吧 那会儿呢就是说中国呀 应该搞这个私有化 鼓动人民觉得你们就不用有土地 你们就根本什么都没有 但是中国共产党非常的坚定 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他们如果一直不坚定的话 对不对 很有可能像苏联一样啊 中国就解体了 中国就变了味道变了颜色啊 然后2002年的11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又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该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报告 你看嘛 就是一步一步了 中国呢就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新一代的领导人呢 就是在旧一代领导人的基础上呢 是向前发展的 而没有后退 他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阐述了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 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3年3月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二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就是现在呢他除了当这个军委主席以外呢 其他的职务他都不当了 已经交给了胡锦涛 那么后面胡锦涛接过了他这个大旗之后呢 也是一样是往前进的 一代一代的领导人一步一步的往前进 才使得中国呢 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到现在的墙起来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就给大家读到这里 因为后面呢就是对他的那些思想的一些理解 一些阐述 我在这里呢就不给大家读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呢叫做 吃水不忘打井人 我看到西方的媒体呢 最近就在说 为什么中国现在在高调的搞江泽民的这个追悼会 高调对江泽民进行宣传 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吧 没有特别的细致的关心那件事情 但是我回忆那会儿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 好像中国搞得也非常隆重啊 怎么会是现在对江泽民就是高调 以前好像就很低调吗 我觉得好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是西方的势力呢 他们就搞事 总是呢能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总是呢想说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啊 有什么猫腻啊 如果不高调的搞的话 他们肯定得说 什么习近平啊 对江泽民是有意见的呀 不是同一个派系呀 等等 你对这个高调呢 然后他又说出来一些这个那个的 还说什么 江泽民去世之后啊 中国党内的政治斗争仍然不会停止啊 哎这些东西啊 我跟你说 这种所谓的这个政治斗争啊 它永远都会有 你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斗争了 对不对 说在政治这个领域里面呢 它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主张 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内部 我相信它再有不同的主张 但是呢 它的原则都会一个 它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你看江泽民 他在上海 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啊 上海市副书记啊 书记的时候 上海搞得多好啊 如果江泽民就是一个草包 或者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啊 上海他能搞那么好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而且中国共产党 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啊 都是这些糊涂蛋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面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敌 还能够屹立不倒吗 不早就被他们搞垮了吗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不要跟着人云亦云 在江泽民去世的这个日子里面呢 尽量多去了解一下 江泽民作为曾经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就对中国做出来了哪一些贡献 我看到有的网友啊 跟我反应 说有的时候呢 就跟有的人进行辩论的时候啊 你很难去说服他们 我最近呢 也和我的一个老朋友 进行了一些个辩论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就是把共产党啊 说的这个不好 那不好 这个不好 那不好 你知道吗 那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觉得这不好 那不好 那不好 这不好 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党就没法要了 这个政府就没法要了 然后他说是的 共产党应该下台 让别人上台 那么我第一我就问啊 这个别人是谁 这个别人是谁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认为这个共产党 这不好那不好啊 那在你眼里面 共产党有好的地方吗 有没有好的地方 那我那个朋友呢 哎 他就说不出来耶 他就说出来两件事情 他说呀 第一件呢 就是啊 说习近平他们 治理空气污染这个 气候这个还搞得不错 说以前的时候 还能雾霾都那么严重了呀 现在通过搞这个青山绿水呀 现在雾霾呢 基本上没有了 说这个搞得不错 说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反腐败 习近平抓这个反腐败呢 还力度挺大的 然后呢 他说但是 说这个反腐败呢 说搞得好多的那些干部呢 他们都消极代工了 人们都怕了 就不敢做事情了 我说还有别的 习近平这十年搞得好的地方吗 然后他就想 我说你使劲想一想 他也想不出来 哇 中国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好的地方 你看 让他使劲想 他就想不出来 我说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啊 其实事实证明 你对他是不了解的 你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对习近平这十年啊 不了解 你最好是先去了解了解 你不妨从他做的好的地方开始了解 然后呢 你再分析他好的地方和他不好的地方 然后你再说他们是不是没法要了 你知道吧 大家以后呢 再和那些恨国党进行讨论的时候呢 你不妨你就问他 你对共产党意见这么大啊 我暂且呢 我还不跟你争论 说这抗议搞得对不对呀 动态清零对不对呀 这些我不给你争论 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有没有好的地方 习近平这十年干了哪些了不起的事 你跟我说一说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没有全面了解吧 你先去了解 先全面了解了 然后呢 咱们再就你所搜集的这些个材料 这些事实 我们再来讨论 否则的话就请闭嘴 好 现在我们来说呢 第二项内容 第二项内容呢 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抗疫防疫的这件事情 那么在今天呢 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法新社的记者啊 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法新社记者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 执行主任瑞安称 世卫组织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调整防疫策略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那么毛宁的回应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世卫组织近日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仍在全球广泛传播 各国都必须依据其风险评估及掌握的防疫工具 来应对疫情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因时因事不断的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我们将继续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是毛宁的回应 这个问题呢 是法新社提的呀 那么法新社呢 是属于这种境外的反华媒体了 那么他提这个问题呢 很显然在这里面呢 就有挑事的味道 就是好像是说呢 中国以前都错了啊 现在才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 我都不知道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位官员啊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调整防疫政策吗 我都很怀疑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作为世卫组织来说 我觉得他们好像不会这么说 中国现在很显然比之前的做法呢 是有所放宽的 尤其是这些个地方政府 为什么说尤其是地方政府呢 其实现在地方政府所执行的这个政策呢 是之前中国中央的已经有了这些政策了 我昨天提出来跟大家说了20加9 20加9是早就有了的呀 优化20条是在双11的时候推出来的 而那个9呢是在更早的时候推出来的 9呢是指呢第9套防疫方案 20是指双11发布的优化防疫20条 那么这个20加9这里面呢就有 严查地方政府层层加码 我经常说呢地方政府有的呢 就是简单粗暴 因为你地方政府 他为了防止出错嘛 对吧 我就执行的更严格一些 我不会出错 如果我在执行政策方面 我打折扣的话呢 他就容易出错呀 而且出了错以后 你说我怎么搞 是不是 所以说呢就地方政府经常是层层加码 然后简单粗暴 就引起来了社会的一些不满 本来这事呢就给群众造成生活不便 所以说现在呢 中国这个政策呀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 它不如更严格 要更好一些 对于世卫组织来说 世卫组织是干嘛的呀 世卫组织 它就是来管理全球的这个疫情的嘛 卫生方面的嘛 它是一个技术部门 它不是一个经济部门 它也不是一个政治部门 如果说他们的工作想做得好的话 你各个国家 对吧 你这个政策越严 然后呢 你的工作做得越好 那么世卫组织的工作又做得越好嘛 所以世卫组织 它不可能希望你说 你放宽 从他们的心理上来说 他不希望你放宽 对不对 所以这法新社说啊 世卫组织说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调整防疫政策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不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如果他很高兴看到这一点的话 和西方一样啊 很高兴看到这一点的话 那他们就别有用心了 他就别有用心了 你这个疫情的放宽呢 就纯粹是从两方面考虑的 一方面就是经济 第二方面就是政治 中国的那些 中国的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 没有恶意的那些民众 他们希望放开 就是从经济这方面来考虑的 从个人呢 从社会呀 那经济层面上都是不利的 做这种防疫 那中国政府当然是知道 中国政府肯定是也不希望对经济造成破坏呀 那经济增长了 那你在世界上你多有面子啊 那经济不增长了 中国政府有面子吗 没有啊 这也是中国政府不希望做到的啊 那昨天我还跟大家说 对吧 那放开了以后谁最高兴啊 有人就发给我一个农村的一个村里面的村群 他们的聊天记录 那村长别提多高兴了 村长说我这下解放了 我这个天哪 这三年可累死我了 对吗 包括那些大白 受多少的屈辱啊 而且在夏天的时候 穿的衣服多热呀 多受罪呀 有的人还攻击大白 说那些大白呢 肯定都不开心 因为失业了 从这个失业的角度上来说呢 也许吧 有些人就失去了那个工作 但是也不一定啊 而政治这方面呢 西方的那些势力多希望中国放肯 啊 然后呢 确诊数猛增 然后呢 重症率猛增 啊 死亡率猛增 啊 到时候又有一拨人又不干了 西方势力多希望这样啊 更别提 对不对啊 我们所害怕的 有很多真心的爱国的这些人所担心的 尤其海外这些啊 担心什么呀 就担心中国放开以后呢 美国就趁机给你来一大的 那也多可怕呀 就害怕这个嘛 这两天就有网友呢 老是跟我表达这种担心 大家很担心 我想说的就是呢 希望大家能够去相信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来制定一个最优的一个防疫抗疫的政策 而且现在呢 并不像海外的这些势力所宣传的说 哎呀 中国现在就是放开了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他们还在用他20加0的那个优化的政策 只是现在呢 不再去提什么清零了 因为社会呢 一听说你要清零 你得搞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目标是不可达到的目标 很多人就比较反感 你设立一个你不可达到的目标 对吧 也无害呀 它只是个目标啊 比如说呢 共产党就说实现共产主义 我小的时候就老跟那政治老师去辩论 这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我就认为好像从人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共产主义那种状况是不会实现的 但是你不妨碍 你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啊 作为一个远大的目标啊 是不是 他说清零没有关系啊 那么你就在办清零的这条路上 能怎么着啊 对不对 但是中国政府呢 现在因为清零的这两个字 可能比较具有刺激性 所以呢 中国政府现在不提这个清零两个字了 我昨天在视频里我还提 我说呢 中国其实还在搞东台清零 那有人说 不要再提这四个字 提这个四个字呢 是什么自取其辱啊 其实不是 不是说你动态清零的 这个是一个愚蠢的一个政策 不是的 它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当然希望是零了 但是总有一天会是零啊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就希望中国政府啊 不要低估美国投毒的这个可能性 其他的我不担心 我相信中国政府呢 能实施求是 制定一些呢 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抗议的措施 但是呢 千万不能低估了美国 我们中国人之前呢 吃美国的亏吃的太多了 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杨洁篪还说 我们就是把你美国想的太好了 我们之前就是把美国想的太好了 江泽民想当年 就是把美国想的多好呢 但是这两天通过我研究江泽民 当时江泽民时期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有主心骨的 并没有被美国带骗方向 方向是非常坚定的 虽然说中国搞的这个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 都是自己来摸索 但是呢 走的我认为都是向前走的一条路 并没有倒退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广州为例 这五天以来 广州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就是说呢 前方以来啊 广州人民呢 现在是特别的开心呀 他们是从11月30号开始 就放开了 对吧 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的小区呢 都发布了解除封控的这个通知 完了以后呢 说现在广州呢 基本上好像恢复了之前的 正常的那种生活状态 南方人喜欢喝茶呀 他们喝茶那个饭馆里面 他那饭馆非常非常大 我就看到这个图片呀 哇 那饭馆里面人头攥动啊 全人啊 然后街上呢 也全人啊 商场里面就全人啊 小饭馆里面也全人啊 好 那就到处都是人 那疫情数量上是什么情况呢 我看了一下哈 以广州为例 11月30号 广州的确诊人数是683个 无症状是5629个 然后呢 12月1日 确诊的是654个 无症状是5185个 就这一天呢 无症状减少了不少 下面我们就不再说这无症状了 因为现在不强制做核酸的话呢 那么肯定那些无症状的 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有很多你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不会去做核酸 所以你怎么能知道 那么12月2号确诊呢 是826个 上升了耶 是不是 11月30号683个 第二天是654个 减少了30个 那么2号的时候呢 826个 又增加了将近200个 3号的时候呢 是810个 比前一天呢 少了15个 那么4号的时候呢 是753个 又少了50多个 那么到这儿为止啊 这个数以后 也没有什么参考性了 因为你不筛查 这里面有一些有症状 他也不去 因为这个奥密克戎 他有一些症状呢 他跟感冒是非常相似的 现在我看到加拿大呀 加拿大的BC省 加拿大的阿尔波塔省 他们的儿童医院里面 现在都爆满了 现在他们还把其他的科的 那个病床拿出来 给这些儿童来使用 然后他说呢呢 儿童医院里面 这些病例呢 都是呼吸的 然后他说呢 有的就是流感的 有的就是这个疫情啊 我不知道这里面 有没有 你以为是流感 但是也并没有 对他进行可算检测的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现在呢 加拿大的儿童医院里面 现在已经是崩溃了 严重崩溃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住院的情况啊 那些重症会不会有死亡 现在是五天 往后呢 我们再继续观察吧 如果出现了严重了的话呢 中国政府我相信 他也会采取措施 出现严重呢 我们也不用啊 过分的担忧 中国政府呢 能够manage 但是担心的就是 给你投一个大的 这个可千万别来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11条的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的新闻呢 是关于俄罗斯的 那么俄罗斯呢 在今年啊 在二月底的时候 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到现在呢 也没有结束的迹象 我认为呢 这一个冬天不会结束 今天我看到 美国有专家预测呢 说到明年夏天末的时候 说这场战争能结束 那我也不知道 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我认为好像是没有道理 现在丝毫看不到 明年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看不出来 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呢 明年夏天会结束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啊 除非就是美国以及西方 给乌克兰断供 如果你给他断供的话呢 他活不下去 那自然呢 他就会要求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只有那样才会结束这场战争 不然的话他结束不了 因为今年俄罗斯呢 有十个月都在战争当中 那么美国以及西方呢 就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呢 肯定会垮掉一半 但是呢 真正的经济学家呢 不是这么预测的 经济学家预测说呢 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啊 就是美国那边的预测啊 说俄罗斯呢 今年2022年的GDP 可能要下降8%到10% 但是呢 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今天有一个报道 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部长 表示说 俄罗斯经济呢 克服了数波的单边制裁 尽管外界预测悲观 但是2020年俄罗斯GDP的降幅 将会在2.9%以下 他说呢 甚至今年在某一些月份 比如说在9月的时候 GDP环比还增长2%呢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 那俄罗斯的经济估计呢 这应该就是事实了 因为俄罗斯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呢 和美国的这个对决呢 还是很有一套的 美国呢 主要就是通过三方面 来瘫痪俄罗斯的经济 第一个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想瘫痪俄罗斯的金融 想通过把俄罗斯 从Swift给它踢出去 然后呢 让俄罗斯的货币卢布 跌成废纸 一度呢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卢布 确实是跌到了 127卢布 换1美元 战前的时候呢 是1美元换75卢布左右 那么美国的这一项操作呢 一下子就让它降到了127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果断的采取了一个措施 说呢 任何一个国家 你跟我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你必须用卢布 一下子把卢布就挽回了 挽回之后呢 美国再也无计可施 我刚才又查了一下 1美元兑62卢布 基本上是 卢布最低点的一半还要多 这是美国的第一手呢 现在就是失败了 那么美国的第二手呢 就是通过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 结果呢 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 带来的效果就是呢 能源大涨价 这样呢 使俄罗斯卖出去更少的能源 换来更多的钱 所以呢 等于说这一手他也失败了 而且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上 他也有好朋友啊 那通过他好朋友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 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使得呢 欧洲降低的那些个购入量呢 完全得到弥补 而且呢 据消息说呀 美国和欧洲其实并没有少买多少 俄罗斯的石油 并没有少多少 少是少了 但是并没有少多少 现在呢 今天正好是G7再加澳大利亚 对俄罗斯能源设定这个上限啊 俄罗斯的原油 他们设定的这个上限呢 就是60美元一桶 那欧盟现在呢 也通过了说设置的上限的也是60美元一桶 但是欧盟的那个还没有生效 没有开始执行 但是G7以及澳大利亚呢 今天已经生效了 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呢 并没有引起来一个市场的波动 为什么呀 因为俄罗斯压根就不会卖给你 不会因为这个俄罗斯卖出去的石油就少了 就影响了这个世界上的石油的供给 它影响不了 而且昨天的时候还是前天 欧佩克家又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再一次的确定 继续延续每天减产200万桶的这个政策 所以呢 现在石油市场的价格呢 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呢 美国对俄罗斯所推出来这三招全都失败了 这是第二招 还有一招呢 就是通过战争来拖垮俄罗斯 结果呢 其实我们看到 是俄罗斯花的钱多 还是美国花的钱多 按说应该是俄罗斯花的钱多 因为这场战争当中 俄罗斯一边呢 一个是他打的炮弹要多 再又是呢 俄罗斯打的炮弹 全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面出 对吧 但是乌克兰打的炮弹呢 按说应该没有俄罗斯多 确实是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 也是没有俄罗斯多 而且呢 它是分散的 西方的这些国家 有三四十个国家 他们分摊的 按说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呢 他们给乌克兰供应的武器呢 远远要多于俄罗斯 投入到战场的武器 那为什么没有看到效果啊 没有在战场上看到 是因为乌克兰的腐败 使得这些武器呢 都流入黑市了 那么这一点呢 也有美国前一阵子 还专门派出来的人 到乌克兰去调查 得到了确认 美国调查的结果是 只有10%的那些武器 可以查到他们去了哪里 其他的一概都查不到 我们不能说 其他90%全流到黑市了 但是呢 这里面应该是 这90%里面 绝大部分都流到黑市了 就连非洲的一些小国 都能够看到 原本是支援乌克兰的 那些个弹药 所以综合来说呢 其实美国花的钱 还比俄罗斯还要多呢 总之呢 就是美国这三方面 想通过这个机会 把俄罗斯拖垮 结果呢 就没有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所公布的 这个数字啊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好 第二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的近邻 蒙古啊 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蒙古这三天呢 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 他这抗议活动到今天 已经持续第三天了 而且呢 他们的情绪是越来越激进 那人数呢 据报道是有几千人 那如果越来越激进的话呢 这人数有可能还会增多 而抗议的手段呢 有可能更激化 发生暴乱也未可知 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个蒙古啊 他们出现了价值18亿美元的煤炭被盗 他们有大量的煤炭呢 不见了 被盗了 价值18亿美元 他的吨数呢 是650万吨的煤炭 现在蒙古政府呢 说是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要求中国政府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 因为蒙古 他们大量的煤炭是卖到中国去的 这个被盗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个蒙古人呢 他跟我反映说呀 蒙古虽然说实行了这个多党制的所谓的民主 但是呢 他们的政府啊 和那些反对党啊 他们都沆线一气 非常腐败 这件事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 好 这是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啊 我们都知道呢 在俄欧冲突发生以来 西方资本呢 都撤出了俄罗斯的市场 就连麦当劳都撤出了 对吧 这样呢 就是俄罗斯这广大的市场呢 就由中国来进行填补啊 中国的汽车 中国的家电 进入到俄罗斯市场以后呢 备受欢迎啊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 说俄罗斯分析机构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截止到2022年11月30日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经销商 总数达到了1000件 说这个数额呢 在10月中旬的时候 还是830件 也就是在一个半月的当中 就增加了170件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呢 就是中国现在进入到俄罗斯的市场的速度有多快 下一条新闻呢 也是关于这个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国防部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部署在千岛群岛 塔拉穆西尔岛上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冷宝暗防导弹进入战备值班 那在一年前的时候呢 在2021年的12月份 俄罗斯就部署在千岛群岛中部的一个 马图阿岛上的冷宝暗防导弹呢 就转入了战备值班 此前的时候呢 这个岛上还修建了具有一定支持能力的军事基地 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说法 说俄罗斯啊 在2月份的时候 如果不对乌克兰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话 他也是要发动另外一个军事行动的 另外一个军事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对日本 我们就知道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 日本就在他的北海道在那里进行了部署 并且说呢 说俄罗斯会攻打他这个北海道 现在看来 日本人的这种害怕啊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是俄罗斯现在正在乌克兰进行特别的军事行动 看来呢 他们仍然是在做好准备 适当的时机要和日本来干一下 好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日本了呀 日本呢 自从安倍以来 老是想在世界上呢 刷这个存在感 又想跃跃欲试啊 想在世界上呢冒头 当老大他是不可能啊 那么当个老二啊 或者是当一个美国最大的狗腿子呀 这种意图呢 是很明显的 但是日本的首相啊 在日本国内民众的认可度呢 却越来越低 今天日本公布了一个民调的结果啊 说日本民众呢 对岸田文雄的这个认可度啊 现在达到了6% 就是民意调查呀 只有6%的民众 认可岸田文雄的执政能力 以及他的执政这个成果 6% 这也太低了吧 这是不是就得赶紧这个引咎辞职啊 之前的他的那个首相经义伟 好像就是因为民意调查 支持率太低而下台的 是不是 好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加拿大呀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 叫乔利哈 他在布加勒斯特呀 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 他说啊 说加拿大正致力于在印太地区 投入新的军事资产 以帮助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说今年夏天加拿大呢 曾经派出了护衣舰 和美国一起穿越台湾海峡 说这次呢 可能会再派出三艘的护衣舰 来穿越台湾海峡 为什么要穿越台湾海峡呢 一个是要保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来击破中国说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加拿大是不是太幼稚了 是不是太幼稚了 第一呢 就是你派出一艘军舰也好 三艘军舰也好 就能维护当地的和平与稳定吗 第二就是 那个地方呢 中国说不是国际水域 但是中国还说了 尽管如此 任何的这个船只啊 包括军舰呀 如果你是安全通过的话呢 中国是不反对的 所以你这三艘军舰从那通过 你要搞点动静出来吗 打几炮什么之类的吗 如果你敢打几炮的话 你看看中国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你不声不响的就从那通过的话 能说明什么呢 本来中国就允许你从那通过呀 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的幼稚 为了拍美国的马屁 反正美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 这不需要花钱吗 这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啊 加拿大很有钱吗 加拿大现在这个能源省阿尔波塔 心里都不平 他们认为呢 加拿大整个加拿大所花的钱 尤其是联邦政府所花的钱 就来自于他们那儿的能源 现在他们就说了 这能源我们不想跟整个的加拿大 我们省外的那部分来分享 我们强调我们自己的这个自主 甚至他们还用了主权这样的字眼 那么这些我们且不说啊 今天我都看到有网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让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说 哎呀 他非常的这个伤心 也非常的生气 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加拿大呢 有一个退伍的一个老兵 是一个女的呢 那么他之前在军队的服役的时候呢 他就参加训练 结果受伤了 摔成了高位截摊 然后他就坐轮椅 2016年的时候呢 他还参加了那个夏季的奥运会的残疾人 于奥运会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加拿大有一定贡献和牺牲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坐轮椅嘛 他说他五年前呀 他就提出来 要在他们家修建一个轮椅的那个坡道 结果呢 最近他收到加拿大政府给他的回应 结果呢 这回应信里面说什么 这回应信里面说呀 如果你特别绝望的话 你可以申请安乐死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叫什么玩意儿 那么这位老兵呢 他现在特别的生气 就把这事捅到了加拿大的媒体 今天加拿大的媒体都炸锅了 电视台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你不帮助他 你还要搞死他呀 帮助他死 修一个残疾人的坡道能有多少钱啊 结果呢 这件事一公开不要紧 有另外的五个老兵也站出来说 他们也收到了加拿大政府给他们发的 建议他们申请安乐死的那种信 你说加拿大是什么玩意儿 人权 这是人权吗 可笑不 失望不 我看到那些老兵 他就说非常痛心 非常难过 加拿大政府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现在加拿大总理已经宣布了 这个事呢 要进行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给他们发去 安乐死的这种信 这是在加拿大里什么稀奇事都能发生 这种事如何在中国发生 还了得了呀 这你加拿大的钱 你该花的你不花啊 你跑到中国的台湾海峡 你去穿过啥呀 那军舰开到那去不要钱呢 好 下一条新闻 还是关于大S和汪小飞这事 大S和汪小飞这事呢 现在是吵得是沸沸扬扬啊 基本上这大S就算是臭了 尽管就骂人家 骂人家做酸辣粉 就觉得挣酸辣粉呢 这种挣小钱的这就是 前两天又公布了汪小飞 给他打欠条啊 说他们其实是没有钱的 我就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 如果是你大S是有钱的 他是没有钱的 你为什么要管他要钱呢 是不是你应该养着他呀 啊 就跟王力宏似的 王力宏就需要去养着他老婆呀 尽管很多人都不承认 大S是这个明星是巨星哈 他是不是和王力宏也差不了多少吧 他是不是应该倒过来 应该养着王小飞啊 王小飞和他妈不是已经 那翘将男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吗 对不对 按照大S说的 他们已经是穷光蛋了 还得靠卖酸辣粉 这么便宜的东西 来一点一点的挣钱 这么可怜 那你大S怎么不去养着他呢 我认为这个王小飞和他妈妈哈 现在应该撕毁他之间 他们两个那个离婚协议 因为那是一个不公平的协议 如果当时有大S对王小飞的胁迫呀 或者是诱导啊 他并不是出于本意而签这么一个协议的话呢 更应该去申请废除这个协议 重新要求大S养这个王小飞 把孩子要过来 让大S养王小飞 好 咱们现在呢 不说这事啊 就是在大陆呢 基本上这个道德啊 都是站在王小飞和他妈妈的这一边 那么在台湾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有媒体采访那个吴宗献 大家知道吴宗献吗 吴宗献在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说他很理解这个王小飞 他说王小飞给出来的 对给大S的那些什么 所谓的补偿啊 赔偿啊 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那样的补偿 另外呢 他还说呀 他会教育他的女儿 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 这个就很显然了 很显然吴宗献呢 对大S是不认可的 那是不是吴宗献和大S有什么过节啊 吴宗献说这话呀 然后我找了一下 没有找到说吴宗献和大S有什么过节 第二呢就是像吴宗献这样的 他也不会说因为跟大S有过节 在这个时候就踩这个大S一脚 我觉得他也不会 好这是这事 下一件事呢就是古爱玲 还记得古爱玲吗 古爱玲在冬奥会的时候出尽了风头啊 在冬奥会之前呢 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古爱玲 但是呢他在冬奥会之前 在中国已经是很深入人心了 很多人知道这丫头 那么他冬奥会之后呢 他就去上学去了 对吧 在学校里面 在大学里面上学 然后今天呢他又上了热搜 而且呢说是 这一张图片瞬间就冲到了 点击量5.3亿 请注意啊5.3亿 我的个天哪 是一个什么图片呢 就是古爱玲貌似啊恋爱了 他在滑冰的时候呢 和一个男孩两个人呢 亲吻 这个照片呢被人放到网上 就这张图瞬间说是上了热搜 上了热搜以后呢 马上这个点击量达到了5.3亿 就说明呢 大家还比较这个关注这个古爱玲的 那么我也看到好多网友的这个留言啊 因为那貌似男朋友的那个呢 是一个白人 这个报道上说呢 说他的男友啊高颜值 但是很多人说颜值高个屁 这就有点吃醋的味道了啊 但是吃醋是吃醋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是正常的一个情感 就是你自己家的女孩子啊 她被别的男孩带跑了啊 这个家里人呢 总有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 但是我看到那些独运人们呢 他们就说 哎呀这些爱国者啊 情和一看呢 这些爱国者呢就要心碎了呀 啊找了一个白人的小伙子没有找中国人呀 这其实有什么好心碎的呀 对不对 这个古爱玲他本来他的父亲就是个白人 他本来他就生活在他出生和生活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的周围呢就是白人的小伙子要多过其他族裔的小伙子 你说他跟一个白人的小伙子谈恋爱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哪里至于说心碎啊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这白人小伙子就不爱中国呢 那白人也有很多挺中国 而这个不齿美国的所作所为的呀 对不对 有很多呀 那在现在在中国的那些白人不要太多呀 你就在网上随便找一个会说中文 中文说的非常溜的 那白人男的女的多的是 是不是呀 太狭隘了 那些那些独运人们呢 太狭隘了 好下一条新闻呢 让人真的是我觉得啊 哎呀这事呢 中国人应该吸取点教训 他是什么呢 说中国有一个留学生啊 他在美国说夺枪袭警这个案呢 今天开庭 说罪名如果成立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判至少四十年的刑期啊 那他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这些小伙子啊 中国留学生啊 他叫杜于浩 或者杜于浩什么之类的 这拼音啊 今年是二十五岁啊 他在美国留学 那么有一天呢 他说开车呀 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下来了 警察拦下来以后呢 他就是对警察说 你能杀了我吗 你能杀了我吗 就很嚣张啊 就是咱们在中国经常会看到那样的人 跟警察叫板 耿着个脖上啊 就逼着警察 甚至拿手就指着警察的鼻子 比警察可嚣张多了 那么他到美国呢 也演出这一套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 把美国警察也吓一跳 美国警察说怎么还有这样的 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碰到这样 哪怕是我给他跪脖死 他也不敢怎么着啊 那么这个男孩呢 就是那样 你敢杀了我吗 你敢杀了我吗 然后和那个警察搏斗 结果在这个搏斗中间呀 警察是有枪的呀 结果那个枪呢 子弹就发出来了 打到了警察的腿上 这还了得 你袭警在美国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事 结果呢 枪还响了 打了美国的警察受了伤 这还了得呀 那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体现出来了 中国呢 有一些这个刁民呀 没有法律意识 跟警察叫板 在中国你没什么事 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视频 就中国的那警察呢 被他们逼的 简直是没辙没辙的 好多人就是说呢 这人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还真有那个 跑到美国以后呢 跟美国的警察进行叫板的 这位小伙子 这一生就算完了 中国呀 真的是这个法律意识啊 从小孩的时候 要教育他们这种法律意识 你要对执法者有敬畏心 他是执法的呀 如果那些执法者 无力的话 你想想看 整个社会就不会足够安全 最后一个新闻 是关于这个韩国的 我们都知道呢 韩国有一个总统魔咒 就是他们的总统啊 已经有好几个总统 下台以后呢 被投入了监狱 说文在寅就特别聪明 他下台以后呢 他就到了一个偏远的农村 跟他的太太一起 说我就去种地去 躲开这些是是非非 但是你躲得了吗 你不找事 事会找你啊 今天呢 韩国有一个消息啊 说文在寅当总统的时候的 一个特使 今天被正式批捕了 这个特使想当年 曾经受金正恩多次的接见过 就文在寅下台之后啊 我就看到韩国其实 不停的就在揪着一些细小的事呢 老是揪着不放 那么现在对文在寅的这位特使啊 现在正式批捕了 传递的一个信号呢 就是韩国政府要对文在寅下手了 文在寅呢 可能也躲不过这个总统魔咒 那如果说啊 文在寅躲不过的话啊 为什么要搞文在寅 这些总统下台以后仍然要搞他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文在寅要被搞的话 那谁这么恨文在寅呢 文在寅做的事情 比如说和朝鲜的关系和缓呢 和金正恩的来往多呀 谁最恨这件事 还是大漂亮对吧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